当然很可惜啊 超可惜的好不好 美梦醒了 实在没办法 只能当作买乐扣没中奖 民众在说的就是日本全日空 先前因为官网出现bug 导致一系列印尼飞往北美南美 商务舱机票只要1.5万左右 吸引大批民众疯抢 起初ANA认赔 但才过一星期 情况大逆转 ANA官网发出最新公告 说明4月17号 越南官网bug票 对于错误处理的航班 ANA将取消所有行程 并全额退款 会通知每个客户深表歉意 客户也不需要采取任何必要步骤 我是佛系看待 我没有看很重 虽然我本来就有预定的行程要去 但是这种就是买乐透的概念 得失心没有太重 以这位民众来说 早有心理准备 原本已经买好 台湾到曼谷机票 准备从曼谷转机到雅加达 现在ANA机票没了 民众干脆只到曼谷玩一趟 不过也有其他民众分享 已经从松山出发该怎么办 就有其他网友建议 到美国时 最好再问问ANA柜台 回程机票有没有受影响 提早处理 才有心理准备 至少要等个一个月 都没有事情之后 真的好像就是尘埃落定 真的好像有认了 再来去补定台北到外站的机票 达人说明过去航空公司 表错价要认账 几率就不高 要是买到Bug机票 最好得等一切确定 再开始订其他机票行程 也最好别选连航 以免无法退票 饭店也要找可以免费取消的住宿 以免因小失大 也得多多评估 这边新闻这边上会先 台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